我一会儿邮件给爸 把结果发给大家 希望没有别的事今天 好 谢谢郭吕 最怕就发邮件 要被Denet审判了 好慌啊 我这不看了 就是已经输掉答案的事情 你看他干什么呢 对 我也不想看 今天邮件不打开他 有可能这一次输掉的 那两组里面有人会走 对 耶 怎么了 第一组赛了吗 我们第一组赛了 王霄跟刘宜成吗 对了 我又成了明灯 哇 可以可以 恭喜 我们赢了吗 真的假的呀 刘宜成往上 逻辑更加的严密一些 他们有些点呢 抓得还比较准 张帆他只有一个推荐的权限 吴游他最关心的肯定是说 我们的调查对他的这个项目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大家去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 鞋子 那个鞋盒 对 今天两个人的分工 没有上次谈判那次那么的 这次还是可以 我感觉还是起码是互相补充的 两个人也就说明呢 意识到了这个情况 大家要一起互相合作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认真呢 他们赢了 看完还是看一下 不管怎么样看看 不敢点进去 第一组他们的逻辑是这四组里面最强的 第二组取证的这个方式不仅仅依赖于被调查对象的言辞 林辉他整个这个思维的模式逻辑 还有他呈现的方式呢 这方面 我觉得他是比其他人做的都好的地方 对 第二组呢 我感觉确实像史绿讲 就是他调查的非常细致 心思更缜密 而且更符合我们这个考察的一个本意吧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他们有这么详细的报告 特别是有这些关键证据 我们是能用的 所以我投第二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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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CP 谢谢小龙虾 感谢小龙虾 恭喜 都犯垃圾了 好 霍哥你后悔跟我答对吗 没有没有 不存在后不后悔的问题 不 不存在 这有什么 不要有这种心理负担 虽然我们大家这次表现的事不好 但是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 嗯 我也没有心理负担 我就随便问你一下 才不是随便问你一下 没关系 嗯 我们回家呢 走吧 走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